好 我們射完快速鍵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有提到色彩滴管工具I 屬鏡滴管工具我以色為shift加I 那它的切換是什麼 切換的話像我們在這邊點個矩形工具 沒有填色 然後呢我這邊再畫個矩形 這個呢我想要幫它填個漸層 那我們就點選 互動式填色 再這是面積填色 這是漸層填色 好 它已經有漸層 好 那我們再按下V 好 記得你要用快速鍵的話 記得輸入法是為英文輸入法 好 點誤鍵 點誤鍵 但是我要去吸 漸層色 漸層屬於叫做 屬性 所以它必須用屬性滴管 吸一下 然後再倒過來 好 那你如果要變成吸的話 就是按住shift鍵會變滴管去吸 然後按放開就變到 好 按shift鍵變吸 放開就變到 好 這個就 插愛性在這裡 這個插愛性 注意切換是shift鍵 好 好 再來 這個知道之後 我們來畫一些療癒小物 按空把鍵 裝過來 有些時候你畫面的顯示呢 可以透過上面這一個 顯示比例來調整你要看到的墜屍大小 可以從這邊選擇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療癒小物怎麼畫 第一個 好 按滾輪放大 好 放大 點選矩形工具 矩形 畫個矩形 好 那我想要跟它一樣的盆栽顏色 就是按一下I 吸顏色 再倒過來 好 那它外框是黑色 不是我要的 我先把它在這裡 色盤上面呢 這個插插這裡按右鍵 就去外框 點左鍵是去面積色 好 那我們再按一下V 做一個指定的動作 那我們在Yatrack裡面要調整 它的邊角變成圓角的話 它中間會有空子鈕可以去按 對不對 好 那我在Colder裡面要調整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 邊角半徑 我把它改為2.0 Enter 它就變成 R角的圓角 好 四個邊圓角 好 那我要把它複製下來 就是按加 按加 它就會拷貝下來 然後你就把它拉下來 那拉下來我想要往中間縮 往中間縮就是 按住Shift鍵 滑鼠移到旁邊的控制點 往中間拉 拉完之後呢 再往下拉 拉下面控制點 那你的盆栽就完成 好 那越後面畫的 你幫它填顏色有沒有 它是蓋住上面一個 那我希望它推到後面去 就按右鍵 排列 向後一個 那就推到後面去 好 馬上按下I 吸顏色 再填上來 好 接下來 我們已經做到這裡 按加拷貝再用 Shift鍵 拉右邊控制點 鎖進來 好 然後再來 我想要 在這個中間這裡畫一個影子 所以點矩形 從左邊 左鍵的拉過來 好 然後再來是I 吸顏色 吸完填個色 它面積填色有了 有了之後呢 去外框 好 但是這個色帶我想要顏色深一點 我們可以點選 互動式填色工具 這個是 面積色塊填色 這個是漸層填色 好 那我們就單一色塊填暗的話 點一下 往四點鐘方向拉 它就變深色 好 那再點回 選舉工具 好 那這個盆子畫完了 盆子畫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我們拉個橢圓形 橢圓形在這裡 好 那 你隨便拉的話 我先按 左鍵往右下拉 這是橢圓形 如果要畫正圓 就是按 按住Ctrl 才會變成圓形 好 畫正圓 如果是矩形 就是按住Ctrl鍵 就畫正方形 好 這差異性在於 R Trader裡面是按住Shift鍵 Ctrl是按住Ctrl 好 好 那我們畫一個橢圓之後 好 按下V 畫橢圓之後呢 我們要再拉它上面的刺 那這個刺的話 也是用橢圓形 畫個橢圓形 畫完之後呢 按下I 吸個顏色 好 點一下填色 再按下V 好 點選指定之後呢 按一下A A是什麼 這個叫做 形狀工具 可是形狀工具呢 目前現在沒辦法去拉 一個原因 你這個物件必須先幫它做一個動作 非常重要 點物件 上面這叫做 轉為曲線 這個按下去 Ctrl加Q 按下去就是目的能夠讓它 可以設定上面的控制點 按一下 好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 A 形狀工具 就是Atrade裡面的直接選擇工具 點毛點 點一下再拉 毛點 好 你就可以到這邊去控制你的毛點 好 點一下然後再拉 好 就拉你的控制點 好 左鍵按著就可以拉動 好 拉完之後呢 把它調一下這個形 比較像刺的感覺 好了之後呢 填個面積色白 然後去到外框 按右鍵 那就是一個刺 那當然 我次次選深色 按下點物件 按下I 吸顏色 填色 好了之後呢 滑鼠一到 右上角 重新縮放的時候 Shift這樣子縮放 四周向中心縮放 好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由 右上到左下 中心點這個十字 中心按一下會變旋轉 就可以轉角度 好 透過轉角度跟 拷貝按加 拷貝一個然後拉過來 在中心點按一下轉動 把他擺好 這個仙人掌 擺好之後呢 再把他全部選起來 全部選起來 用這個叫做 選舉工具 把他全部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按下 物件裡面的群組 Ctrl加G 在這裡按喔 我解上群組 Ctrl加U 他的快速鍵 好了之後再把他排列出去 上後一個 你就畫好一盆 好 那換這一邊 這一個呢 是拉橢圓形 畫一個 橢圓 然後按下加 好 然後再按住 Shift鍵 點右邊的控制點 往中間縮 再按下I 吸顏色 點他按下I 喔 切一根輸入法 按下I 吸顏色 填色 就像這樣 以此類推 再按下V 按下加 拷貝一個 再按住Shift鍵 你到右邊的控制點 往中間縮 再按下I 吸顏色 點色 點色 以此類推 幫他做好之後 再把刺裝上來 那你就畫了一個 仙人掌 好 那再多拷貝幾個 就像這樣子 待會我們來畫花 好 來先練習一下 仙人掌